认真讲好每一个故事,欢迎来到猎奇手册 2014年春天的某个早晨,深圳国际机场内 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年约21-22岁 跟随着一个矮胖,相貌平平的男人步出行站楼 男人拖着沉重的行李,边走边盲目地接听着手机 电话已接通,她的表情突然沉了下来 声音中透出急切与愤怒 什么,我妈妈怎么可能去世了 这消息是谁泄露的,我都还没回公司呢 那边就已经乱成一团了,行,行,你现在先帮我压住场面 我马上处理 挂断电话后,男人转向那位女孩握住她的手 试图用柔情意义的语气安抚 宝贝,今天咱们就先在机场附近的酒店斜角 明天一早咱们就飞回绍兴 女孩愣住了,不解地问 这才刚到深圳,咱们又要回绍兴了,发生什么事了 男人忧心忡忡地解释道 是你爸,她已经知道你妈妈去世的事情了 她从上海赶到绍兴 现在在我公司里和员工大闹 声称我私吞了你妈的遗产 让我把钱吐出来 我不得不立刻回去处理这件事 不然公司就要垮了 女孩的眼神中满是担忧与不满 你爸真是的,怎么能这样呢 那些财产明明是我妈自己辛辛苦苦赚的 凭什么不能留给你 她怎么就这么固执,非要闹成这样 男人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 算了,宝贝,这种家庭纷争你也插不了手 我们还没结婚呢 你去和他理论只会更乱 第二天清晨 两人匆匆踏上了返回绍兴的路 回到绍兴后 男人将女孩送回了他自己家 女孩向父亲汇报了情况后 父亲立即要求见那个任性的父亲 面对女孩父亲的要求 男人显得支支吾吾吾 哎,我们家的事情真的很复杂 还是不要让外人插手了 女孩父亲脸色一沉 坚决地阻止了男人离开 等等 你之前借的那些钱还没给我们开签条呢 你得先写个签条 男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叔叔,您这就见外了 我之前不是已经签了份协议吗 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 等我和亲亲结婚 就会给他一千万和一套别墅 您看,我家那么有钱 怎么可能会眼红您家的钱呢 说着,他从包里掏出那份协议书 递给女孩的父亲看 然后又补充道 我说到做到 绝不会让倩倩受一点委屈 女孩的父亲看着协议书 终于松了口气 让男人先回公司处理紧急事务 男人离开后 女孩的心里虽然还有些忧虑 自从那天以后 张强就如同人间蒸发般消失了 姚倩倩的电话连续几天无果后 心中的不安逐渐积累成焦虑 一次次拨打的电话终于落在了关机的通知声上 姚倩倩不得不带着一腔困惑和父母坐下来商议对策 姚家人对着突如其来的沉默感到不解 甚至有些慌乱 决定连网寻找张强的背景信息 没想到网上搜出来的信息却让他们惊恐不已 仿佛突然间掉入了冰冷的深渊 这中间的纠葛究竟有多深 姚家人感到事情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姚倩倩 浙江绍兴人生于1992年 刚刚大学毕业不久 满心希望地投入到了求职大军中 没想到 再一次人才招聘会上 他遇到了自称是网络科技公司总经理的张强 张强对姚倩倩的简历评价甚高 当场就表示非常看好她 你的背景和能力完全符合我们公司的需求 不如这样 明天你来我们公司面试一下 合适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签约 下周你就能开始工作了 姚倩倩对这样的发展感到意外有兴奋 便毫不犹豫地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第二天 张强早早地打来电话 约她去公司面试 然而 就在通话即将结束时 张强突然改变了地点 对不起 陈小姐 今天来我们公司面试的人太多了 我觉得还是换个轻松的环境好了 就在楼下的餐馆吧 一边吃饭一边聊 我马上把地址微信给你 挂断电话后 姚倩倩虽然有些不安 但还是按照对方发来的地址 准时出现在了指定的餐馆 她没想到的是 餐馆里除了张强 再无其他人 张强的长相平平 说话还带着些许口音 让人第一眼就不会有太好的印象 张强见到姚倩倩 立即热情地握手 姚小姐 欢迎欢迎 来 请里面坐 姚倩倩有些尴尬地抽回手 环顾四周问 其他面试的人呢 张强笑着回答 哦 其实还有几位应聘者的 但他们已经先来过了 说有事先走了 还有一个下午会来 她随即递过来菜单 来 点菜吧 别客气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姚倩倩随便点了几样家常菜 而张强则大方地点了几个较贵的菜 和几瓶啤酒 她边点菜边聊天 询问姚倩倩的专业经历 同时也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 自豪地谈论自己的大学生涯 和创业经历 让姚倩倩感到既敬佩又好奇 她说 我那会儿在大学读计算机科学 比你大不了几岁 十一年毕业的 毕业后 我就没去给别人打工 直接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俊成网络 这几年 我们公司发展得挺不错的 随着饭菜一道道上桌 张强详细叙述了 自己创业的艰辛与成就 讲得头头是道 声音里满是自豪 姚倩倩听得目不转睛 对这位年轻老板的才华与决心 印象深刻 两人一边用餐 一边愉快地交谈 气氛看似融洽 饭局中 张强不时给姚倩倩针酒 还半开玩笑地提到 你以后要是加入我们公司做销售 这酒可是少不了的 作业务员 酒量是必备技能 得锻炼锻炼 为了表现出 对这份潜在工作的热情 姚倩倩尽管平时很少饮酒 也硬着头皮喝了几杯 随着酒精的作用 姚倩倩感到头脑越来越沉重 眼皮也开始打架 张强健壮 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当姚倩倩意识到 自己可能喝多了 含糊其词地拒绝再饮 不行了 我不能再喝了 反后 张强倩了账 搀扶着姚倩倩 进入李家小旅馆 声称是帮她醒酒 姚倩倩意识模糊之中 只感觉被放到了床上 隐约感觉到 有人在触碰她的身体 接着是一阵刺痛 当她醒来时 发现自己赤裸躺在床上 身体疼痛难忍 她惊慌失措地意识到 自己被张强侵犯了 愤怒与悲伤交织 她质问张强 你怎么能这样做 为什么要趁我醉酒时 张强满脸愧疚的自善耳光 连声道歉 对不起 倩倩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真的很喜欢你 一时冲动 请你相信 我会负责任的 姚倩倩泪流不止 看着张强悔恨的样子 心中的怒火逐渐软化 她想 虽然这人不帅 但看她那么有才能和前途 也许可以原谅她一次 她最终决定给张强一个机会 开始了这段复杂的感情 随后的日子里 张强向姚倩倩 透露了更多自己家庭的背景 其实 我家的情况很复杂 我之前没敢说 怕你像其他人一样 只看重钱财 我爸在上海有家建筑公司 很成功 我妈在美国 做服装生意 家里的总资产过亿 但你看 我们家虽然有钱 我从小就没感受到过 什么家庭温暖 父母亲情淡薄 长期分居 张强一本正经地告诉姚倩倩 她父亲在上海不仅有了一个小老婆 还比外界想象的更早就有了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姐姐 这话一出 简直荒谬至极 明显自相矛盾 姚倩倩虽然听得入了迷 但也没深思 这其中的逻辑漏洞 张强继续编织自己的故事 我妈在美国有了个情人 而我爸因为觉得我长得不顺眼 就把我扔到了农村的老家 由一个养父抚养长大 这就是我复杂的家庭背景 她的话听起来 就像是直接从网文小说里跳出来的霸道总裁 姚倩倩听得目瞪口呆 心里暗自惊喜 没想到自己平凡的生活 突然就被剧情捧上了天 仿佛自己真的成了那个被霸道总裁看中的平凡女主 她的思绪完全被张强那戏剧化的绅士吸引 以至于忽略了逻辑上的重重荒谬 她兴奋地连带着睡梦都变得金光闪闪 梦见自己的蛤蟆王子开着豪车 带着她一路驶向人生巅峰 车上堆满了黄金宝石 然而 现实中的姚倩倩 被虚荣心和贪婪冲昏了头脑 完全没考虑到张强所说的每一个字背后 是否藏着陷阱 这里要说的是 其实我们作为旁观者清楚地看到了这些破绽 但姚倩倩却因为情感和虚荣心的双重作用 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她能稍微停下来 理智地分析一下张强的话 或许就能避免掉入她设下的陷阱 我们都希望有上帝视角 能洞察一切 但现实是复杂和多变的 如果姚倩倩能稍微精明一些 比如直接要求张强证明她的财力 比如让她先购买婚房或者透露一下她父亲公司的详细信息 这些实际行动足以验证张强的真实身份和财力 不过 现实中往往不如剧情那样 我们可以轻易地看穿一切 姚倩倩陷入了自己编织的甜美幻想中 对于张强的言辞信以为真 暂时忽略了那些明显的矛盾和漏洞 在情感和期待的驱动下 很容易忽视那些警示信号 继续沉浸在被爱和被期待的美好幻想中 2014年的一个炎热的七月 姚倩倩急切地将她的男朋友带回家见父母 她的父母一见到这位男友 脸上的表情就难以描述 这个男人的长相实在是不讨喜 他们忍不住质疑女儿的审美 倩家 你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奇特了 这样的男人真的配得上你吗 游倩倩急忙为她的男友辩护 重复了张强对自己吹嘘的那一套显和家事 希望能给父母留下好印象 姚倩倩的父亲 姚顺 听完后摇了摇头 半信半疑的评论 外表倒是能看出她的底细 但她到底有没有金 这还真不好说 姚倩倩不满地反驳道 爸 人不可冒想 一个人有没有钱 怎么可能从长相上看出来 再说了 马云长得好看吗 但人家有多富有啊 她的话似乎打消了父母的疑虑 让他们渐渐接受了张强 就在这天深夜 家中安静之时 张强的手机突然响起 她急忙跑到客厅接听 电话声音巨大 仿佛放鞭炮一样 摇倩倩的父母被吵醒 好奇地透过卧室门 奉听着张强交集的电话内容 真的吗 怎么会这样啊 我妈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你怎么照顾的 好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 赶紧把我妈送到医院去 姚倩倩的父母立即穿上衣服 走出卧室关心的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 张强一脸愁容地解释说 哎 刚才接到美国的电话 我妈妈生了重病 现在情况很紧急 她让我马上赶过去照顾 她顿了顿 眼中饭泪 继续说 我真的很想立刻飞过去 但是 我需要十万块钱 因为倩倩也要和我一起去 我们还得带律师处理遗产继承的事宜 那边的律师费用很高 毕竟她是国际律师 姚倩倩的父母是普通职工 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 张强的话让他们觉得无从判断 但他们深信这位貌似能干的女婿 在他们看来 张强的请求似乎合情合理 到了美国 张强有了遗产就能还钱 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这么一想 天一亮 姚倩倩的父母怀着焦急的心情 走访了一圈亲戚朋友 最终东拼西凑 借到了七万多元现金 然而 当他们将这笔钱交给张强时 张强却若无其事地表示 这还不够 无奈之下 这对老夫妇又从朋友那里借了两万 凑足了九万块钱 拿到钱后 张强携着倩倩匆前往上海 他把倩倩安置在火车站旁的一个小旅馆 每天都声称要忙着办理出国的各种手续 因此常常早出晚归 两三天后 张强又声称钱已经用完 还需要两万块钱才能打通最后的关节 姚先生无奈 只得再次向父母求援 姚倩倩的父母 本着希望女儿能过上好生活的心愿 再次四处借钱 终于 张强在拿到这笔钱后 兴冲冲地告诉倩倩 所有手续已经办妥 他们可以启程去美国了 到达浦东国际机场 正当两人准备通过案件时 张强的手机突然响起 他接起电话后 表情立刻凝重 挂断电话后 他低声对姚倩倩说 刚才是我的助理小鹏打来的 他告诉我 我妈妈已经把我要去美国的消息告诉了我爸 我爸现在非常愤怒 因为他想独吞那边的遗产 已经派人来机场阻止我们了 张强指着周围几个男女 压低声音说 看 那几个人就是我爸派来的 姚倩倩顿时感觉自己 仿佛置身于一部紧张刺激的电影中 心跳加速 他也模仿张强 小声问 那我们怎么办 张强拉着他的手 小跑到机场内的一家咖啡厅 说 我们先躲在这里 我要给我妈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情况 在咖啡厅里 张强假装拨通的电话 沉重的和电话 那头交谈 刮断后 他对姚倩倩说 我妈现在情况很不好 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 现在我们去美国 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爸会处理那边的事物 他保证 作为他的儿子 我肯定能继承遗产 现在我们最好先回浙江 避一避风头 这样 两人离开了机场 转站火车站 最后返回了绍兴 在那里 他们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租了房子 期待着从美国来的好消息 但对姚倩倩来说 这一切都太过离奇 他心中充满了不安和疑惑 却也不得不跟随张强 进入未知的未来 张强领着姚倩倩 租离处在平民区的隐蔽小屋 张强看着四周简陋的环境 笑着对姚倩倩说 看这儿 简陋得很 我爸那些人绝对想不到 我们会躲在这种地方 这里咱们可以安心隐藏一阵子 他接着叹了口气 面色凝重地说 美国那边的事情 还没完全搞定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你父母 我现在得请你帮个忙 咱们暂时别让你父母知道事情 如果他们问起 就说我们已经顺利到美国了 我妈那边也没什么大问题 为了进一步 让姚倩倩相信她 张强还制作了一份 看似正式的协议 协议上写着 他们结婚后 他将给姚倩倩 一千多万元现金 和一套豪华别墅 他甚至在协议 上盖上了公司的甲章 签上了他的名字 然后郑重其事地 递给了姚倩倩 申请地说 倩倩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也是对你爱的证明 请你好好保存这份协议 姚倩倩看着这份 精心制作的爱情证书 心中喜悦难以自意 将协议小心翼翼地 放入自己的包中 然后搂着张强亲了又亲 感动地说 老公 你对我真好 你画的这个大饼 我真的很感动 随后 张强又编造了新的谎言 告诉姚倩倩说 他母亲病情危急 需要迅速处理遗产继承问题 但若能在国内 办理好出国手续 则一切将会顺利许多 他又假装 自己有广泛的人脉 可以搞定这些复杂的手续 只是又需要一些资金来打点 姚倩倩出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再次忍痛向家里人求助 为张强筹集了更多的资金 几天后 张强又改口说 办理死亡证明太过麻烦 建议直接将母亲空运回国 声称这样会更省钱 姚倩倩毫不犹豫地 再次借钱帮忙 直到有一天 张强突然宣布 说他母亲已经被成功运回国内 急切地邀请姚倩倩 一起去机场迎接 姚倩倩满心期待地打扮自己 以为终于要见到未来的婆婆 然而 在机场的长时间等待后 张强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脸色大变 他对姚倩倩说 领事馆那边通知我 专门运人的飞机出了故障 我妈暂时还送不过来 姚倩倩的心中满是疑惑和不安 张强却以此为由 提议返回绍兴再做打算 三天后 张强突然给姚倩倩打来电话 这通电话彻底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 张强告诉他 他不仅杀人了 而且杀的人竟是他自己的母亲 姚倩倩接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感到既震惊又困惑 他结结巴巴地问 你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张强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沉重地解释说 我把母亲安置在医院后 为了能尽快继承他的财产 我在一个不被注意的夜晚 偷偷拔掉了他的呼吸机 不幸的是 医院的护士发现了我的行为 我现在急需一笔钱来封锁这件事 听完这番话 姚倩倩内心挣扎了一会儿 但最终还是同意再次帮助张强 她感到自己像是坐上了一趟 情绪起伏的过山车 就在这笔钱刚刚借出去后 张强又告诉他 他母亲的遗产 以股份的形式 存放在深圳的一家公司里 要想取得这些股份 需要先支付数万元的手续费 姚倩倩再次筹集资金 将一万块钱交给了张强 接着 两人前往深圳 准备处理股份转让的手续 然而 不久后 这件事再次因各种借口而高吹 回到绍兴后 姚倩倩的父母开始怀疑这一切 他们拦住张强 企图追问清楚 张强设法脱身后 便再也没有出现 失联后的姚倩倩家人 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开始上网搜查张强的背景 网络上竟然有人爆料称 张强是个骗钱骗色的骗子 而他所谓的公司 根本就是个空壳 一家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真相惊呆了 他们赶到张强所谓的老家 去查证 村里的老人告诉他们 张强根本就没改过自新 他的所谓养父 其实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在短短半年时间里 姚倩倩家已经被骗去24万余元 姚倩倩毅然决然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幸运的是 警方很快就在一个出租屋中将张强抓获 在审讯室中 张强的表情有些自嘲 他坦白地向警官说 我之所以欺骗姚倩倩 是因为他家庭条件还不错 而像我这种情况的人 想要找到女朋友实在太难了 我确实对他有感情 但我知道凭我的实力很难让他对我动心 他继续解释道 因此我就谎称自己家境富裕 其实我母亲早就去世了 我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油漆工人 我编造出了一个家财万贯的虚假身份 只是想让倩倩对我产生信任和依赖 我说我父亲在上海和美国有生意 这样他和他的家人就不会去查证我的谎言 至少不会那么快被揭穿 我现实中的工作 只是在网上管理一些游戏服务器 所谓的公司也只是个虚构的名字 没有注册 不过是个网上的小生意而已 张强苦笑着说 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五千左右 平时我就在网吧里上网 偶尔找找业务 如果我告诉他真相 他可能就不会再理我了 更不会成为我的女朋友 他顿了顿 继续说 后来我因为生活无聊 长去夜总会和酒吧玩耍 花钱大手大脚 为了维持这种生活 我开始计划 从他家里骗些钱来 那天晚上 我设置了一个闹钟 让他在我父母面前响起 然后假装接了一个紧急电话 我变造了母亲病危的谎言 还虚构了一个文仪和小鹏助理的角色 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真实 从他家骗来的钱 我几乎都挥霍在娱乐场所了 而那份承诺 给他千万现金和别墅的协议 也只是为了让他和他的家人继续信任我 好继续骗取钱财 张强叹了口气 结束了他的供述 姚倩倩是个单纯的大学生 本可以正常地找工作和谈恋爱 但他被我编织的豪门梦想迷惑 以为能够通过我嫁入豪门 他的这种虚荣心和贪婪 是他不断掏钱的原因 他认为投入的这些钱将来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但最终这只是一场空 这起案件在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张强因诈骗罪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八千元 尽管张强对这一判决不服并提出上诉 但二审法庭维持了原判 这个案件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 在面对不切实际的诱惑时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避免应贪小便宜而吃大亏 见证明 与此角强 与此角强